我想是我們國為榮子的榮國金釀之爺 就是荒野 苦爺的荒野 讓我們聖靈 讓我們聖靈 教教我們希望是荒野 而且還有一riel就是荒野 喂 你 杨明书屋 坐落于群山之间平函台地上的洋人书屋 位于七星山左拥商务山 右高大横山前套广阔的台北盆地 但是河与内前歪移而过 绝佳的地理位置形成龙寒虎聚之势 经营天下之相 原名中心边管的杨明书屋 位于杨明山后山公园上方 本来是一个广袤的森林公园 早期曾经是同一间露营场所 由于蒋公夏日清局草山行馆地暑之时 常来这里散步 身去这个地方在盛侠之际良爽敌人 所以在明国58年在这里兴建中心边管 只是蒋公在台湾最大也是最后的心外 蒋公在明国59年协同夫人迁入 作为遗属与接待中外贵宾的场所 行馆腹地广约十里公顷 除了中心单管镇馆之外 还有多顿特殊建议 其中镇馆为两层楼房 后续坚固的外墙 采用于森林一致的草绿保护所 再加上宾馆四周的环状警卫行守步道 标堡 钢瓶 卫兽 以及营兽等完整的防御工室 水中心边管成为一座安全的堡垒 其他客户建议人工机要 室卫 参谋 文书 通信人物人员 以及警卫清洁人员所使用 行馆内还有三座大庭人 进入杨明书屋左侧是三森公园 人物正为繁多 茂密苍翠 并保有优美的直皮风貌 成为许多野生动物 多出名气息的颜 是蒋公 清净自然的好地方 右侧是梅园 中有蒋公最喜爱的梅树 还有荣国 杜鹃等植栽 四个四季的变化 表现不同的风情 后花园则是蒋公与夫人最喜欢散步的地方 双双地影 常与秀丽景之心不悔悦 当年蒋公常在持开卫鱼 或者与项目十分 祝福人类欣赏飞禽 为生活添添情绪 明国六十四年 将功当事后 中西宫馆一直控制到明国六十八年 才由中国兵党党史会计划 改称阳明书屋 并将党史资料 与泽文府西奥史之大西港岸集中存放此处 直到明国八十六年 扬明书屋 完成阶段性公民之后 由中国国民党捐赠 移交给扬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经营管理 以重现中乡公园时期原貌为原则 经规划整理后 于八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正式提供游客参观 让民众可以亲自穿梭在蒋公万年最喜爱的生活空间 进而揭开这位丰年人物生活的神秘园上 中心宾馆是由荣公处成建 建筑师为黄宝鱼先生 并由蒋公亲自参与设计 中心宾馆是由荣公处成建 丰管主体建议与民国五十九年完宫 是一个坐南朝北的两层楼中国庭院式建筑 满窗造型主具 我们是穿囊营造出烟美热动的空间 丰管正门前方 竟有间距地鞋与阻隔功能罩地 门内是雅致的中国式庭院 再共有茶梅 桂花 丰英 宗主 罗汉 宗等 多种象征吉祥 如意 富贵的之物 而庭院四周会以观音时的回廊 是蒋公与天散步的地方 美丽的宫增更为宾馆装点古意 增庭两侧各有一株两层楼高的桂花 具有桂客临门 富贵临门之意 宾馆内部空间就以活动快木门板隔间 以举木地板搭配米白色地毯 再加上木质的仿骨精致加剧 使中心宾馆显得格外专重典雅 另外屏风与壁炉是宾馆内常见的设计 壁炉为冬天取暖所用 鲜柴取自森林公园的相思树 平风则是由大陆玉备壁壳相知而成 而长寿花 寿陶 海域中兴图路 麒麟木雕 笛笛陶瓷石瓶等摆设 都是各界敬赠给蒋公的谢礼 中兴宾馆一楼是蒋公办公及接见宾客的场所 正厅为来访宾客必经之处 蒋公与夫人曾在此欣赏电影 而东客厅是蒋公积带外国元首许杰的场所 西客厅复为接见本部部长将领的地方 蒋公办公室内应对门口靠墙携带一张桌子 有助于蒋公从远处或者不同角度观察来人 至于蒋公细查部署的应援哲学有关 办公室内并挂由蒋公与母亲王亥夫人合照的世母图 以及王亥夫人画像 代表蒋公对母亲的追思与怀念 餐厅面有一个西式餐桌 为宴请亲朋好友与家族聚会的场所 蒋公每次宴客必亲自排座 中午多半请示西餐 晚上坐请中餐 党史会时期 金国先生也曾在此地深入毛泰夫人庆祝百岁纪念日 二楼是蒋公与夫人的私人生活起居空间 正名为蒋公夫妇任餐之处 蒋公平常最喜欢吃凝脱蒜子 红糟味 鱼 以及酱瓜 而四周墙上所牵四福吞杀玻璃画作 来源自于夫人所会的竹之四季风情 这是夫人的画室 这是夫人的画室 蒋夫人赴民国五十年左右 带黄军帝大师洗山水 郑曼青大师洗花贵 用艺术充实生活 丰富人生 昔日蒋公常陪伴夫人作画 家庭情深传为佳话 过她是为夫人画画休息与阅读书报的地方 画室后面的洗礼台是为夫人作画而设的 另一边是夫人的一幕间 夫人卧室 仅邻蒋公卧室 夫人习惯晚睡晚起 世财观喜欢明亮 而基督是两人共同的信仰 耶稣圣向前 为蒋公夫妇祷告之处 卧室中并成立有夫人所会的 梅兰竹菊四君子圆形画盘 夫人灌洗室内固有地毯 并拥有法式家具及先进卫宇设备 蒋公卧室中靠床的两把长椅 是蒋公起身时稍作歇息与穿衣之处 而当年蒋公使用的衣柜也仍然保留至今 从蒋公平日所穿的衣物 可以深刻感受到蒋公节俭图实 有念旧的个性 书房中原有的摆设 在蒋公过时之后已经收拾干净 现有家具为蒋公当年在 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总裁办公室所使用 蒋公好读群书 每天都要经读一段经史或学案 对于历史、哲学、战略的世界民主更是爱不失守 书房前有开阔的阳台 是蒋公早晚静坐养身之处 观景台视野辽阔 可静观沙茂山、大屯山、七星山 又可以远眺观音山、淡水河以及观渡等地 麦境当前令人心晃身影 二楼正庭旁的展示室 在中心监管时期是客房 同乡西夫人宋派林御师是唯一住国的贵宾 现在一间展出蒋公与夫人 去各地寻考 以及推动新生活运动的记录照片 一间则展出蒋公夫妇求学时期 及家族的生活照片 还有蒋公求学时的笔记 与圣经每批手稿的资料 中心监管地下室是防护避难场所建筑仓室 下两侧各有可以通到外界的地下通道 是为了安全考量所做的特殊设计 党史会时期 自来存放蒋公正总统党案 辞成大西党案的地方 网民显的地方 有更多重油 是为了之前的生活 真的有更多的小優秀 有更多油 是为了一顿小優秀的生花生物 有更多的小優秀 就是担设计 由我讲功满年 许多生活行迹的阳明书屋 自移交给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之后 才精致导览方式 对参观民众进行环境教育与人文教育 不仅让民众见识了蒋公的生活风采 更让民众在蒋公生活过的空间中 看到历史 看到艺术 看到美景 也看到蒋公与夫人的生活丰富与文化 扬明书屋将与时并进地 显现它的意义与价值 成为结合人文与自然 将具知性与感性 而且具有现代历史意义的参观经典 更将成为台湾这片土地上的珍贵资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观看